Hello,大家好,我是邱燕 高质量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睡眠很重要 却很少花时间思考如何更高效的睡眠 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睡眠革命》 如何让你的睡眠更高效 作者林克·利特尔·赫尔斯 是首出一指的运动睡眠教练 英国睡眠协会前任会长 从事睡眠科学研究超过30年 所提出的R90睡眠方案 获得了体育界和商界顶尖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同 被视为高效睡眠的理想方案 该方案颠覆了传统8小时的睡眠定式 重新定义睡眠方式 有效地掌握在适宜睡眠时间里 获得更高质量睡眠的新方法 从而开启更自信、更高效、更快乐的人生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书中的核心思想 首先作者提出 要按照自己的昼夜节律安排座席时间 这是一个典型的昼夜节律图 图中的退黑素飞泌周期就是可以安排高效睡眠的时间 如果在血压最高的时段追念运动 对心脑血管造成的伤害会比平常高 昼夜节律因人而异 极端的两种是晨起形和晚睡形 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绅 但即使是极端的情况 香味差也很少超过两小时 所以典型昼夜节律图可以作为安排座席时间的良好参考 作者提出的R90睡眠方案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所谓的R90睡眠方案呢 指的就是人的一般睡眠周期是90分钟 睡眠的过程就是浅度睡眠到深度睡眠 再到浅度睡眠的不断循环 计算睡眠时间最好以周期的倍速算 而不是简单的几个小时 所谓的每天8小时 其实应该是每天5个周期 也就是7.5个小时 那认识到R90睡眠周期之后 那如何安排每晚的睡眠时间呢 首先 周期提出要固定起床时间 这个时间是整个计划的置点 按照周夜节律和外部要求来设定 然后反退入睡时间 推荐的每晚睡眠是5个周期 比如早上7点起床 那么晚上11点半就入睡 如果无法达到良好的睡眠状态 比如说吃太饱或者刚回家 就可以等到下一个睡眠周期开始时 再入睡 比如晚上1点 甚至呢晚上2点半才入睡 少睡一点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般而言 我们通常需要每周35个睡眠周期 平均下来每天5个 可以用一个星期来实验一下 看看自己到底需要多少个睡眠周期 有的人可能只要28个 而有的人可能需要40多个 因人而异 如果白天进行抖擦 说明睡眠周期足够 如果觉得很困倦 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 总之做着提倡固定起床时间 同时保证睡眠周期的完整性 一般来说 总时长每周28到35个周期 但从来没有一刀剑的标准 个人的感受才是最关键的 书中提到的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睡前和睡后 低神程序来提高睡眠质量 睡前低神程序啊 它包括降低光着长度 并且避免蓝光 因为蓝光会抑制特黑素的分泌 可以调整灯光 降低亮度 改为暖色 关闭各种的产品 可以用这段时间做做家务 整理文档这样的琐事 把一天的诗箱从大脑中导出 用鼻呼吸 也可以很好地提高睡眠质量 市场上也存在很多 辅助鼻呼吸的产品 睡后低神程序啊 它包括 醒来后 不要立刻开始使用电子产品 整个过程 可以尽可能地慢下来 让身体渐渐适应 可以利用灯光调整自己 早点清醒过来 适当做一些锻炼 和简单劳力活动 好好享受早餐 睡前低神程序呢 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而睡后低神程序啊 可以高效活力地唤醒自己 因此 我们呢 应该在睡前或者睡后 各日流出 30到90分钟的特别时段 用以提高睡眠质量 睡前和睡后 实际上都是缓冲期 睡前是让节奏 从快到慢 而睡后是从慢到快 这些缓冲是很有必要的 第四点呢 作者提到 日间小睡啊 可以作为一周睡眠周期的 有效补充 白天30分钟的小睡 甚至可以媲美晚上 一整个睡眠周期的效果 如果晚上睡眠不足啊 那么千万不要忽视日间小睡 如果晚上睡眠充足呢 有没有午睡呢 都没有必要太担心 日间小睡要么短点 30分钟左右 要么呢 就一个完整的周期 即90分钟 傍晚呢 也是一个有效的小睡时期 适合晚睡晚起类型的人 那么第五点 关于睡眠环境呢 作者比较提倡 纯粹的睡眠环境 在卧室 除了睡觉 什么也不要做 其他活动呢 尽可能帮到卧室以外的空间 卧室的原则 是清空 只保留睡眠 修护 休息的器具 隔离外接光源 温度控制在比较凉爽的范围 保持房间的装饰单雅 控制房间内 电子设备的使用 另外 床垫选择也很重要 关于床垫的选择 作者给出以下建议 您也可以参考 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的方法 就是 在侧窝时 从侧面看头 腰 跨部 成一条直线 这呢 是在没有枕头的情况下去测试 其实啊 一个合适的床垫 可以不用枕头 不过 枕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别那么容易放弃 床垫呢 只选合适的 不一定选择柜的 床垫的选择啊 应该按照 身材最魁梧的一方 是作为标准 床垫呢 远比床家中药 建议呢 7年左右 换一次床垫 第六点 就是控制咖啡因 拒绝按眠药 咖啡因啊 它作为高效表现 增长剂啊 一方面会影响睡眠 另一方面呢 如果摄入无节制呢 会感觉顿化 从而导致 需求量不断增加 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 不要超过400毫克 二棉药 它会造成第二天反应 灵敏度下降 会增加猝死概率 某种程度上讲 有种本末倒置的感觉 那么第七 如果睡眠中途醒来 或失眠该怎么办呢 作者认为 睡不够 天并不会塌 对于睡眠中途醒来 作者给出的反常理的解决方案 就是限制睡眠 也就是说 假如睡五个周期 会中途醒来 那么尝试不改变睡眠时间 降到四个周期 睡眠减少 带来的日间困倦呢 可以由白天末日日光 和可控消复器 来不分明补 不要把一个晚上的睡眠 看得太重 如果七天后 睡眠中途醒来的情况 仍没有改善呢 甚至可以缩短到三个周期 这个过程 按照我的理解 是以读共读的方式 激活高效睡眠回路 并且重置 生物中 如果解决了 中途醒来的问题 但感觉需要更多休息 那么可以尝试 加回一个周期 甚至有百分之一的人 本身就只需要 每天晚上三个睡眠周期 或者更少的睡眠 失眠 它分短期失眠 和慢性失眠 前者呢 一般是由压力过大造成 可以由虚前立成程序 等方式来顺利调节过来 核心是释放身心压力 而后者则比较麻烦 作者的第一方案 是寻求医生帮助 但要避免滥用暗眠药 以上就是关于 睡眠革命的分享 可以看到 关于睡眠 更多的是方向性的指引 而非具体的计划 每个人 需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来制定 睡眠解决方案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妨乘这次机会订阅吧 在这个频道当中 我会分享很多 我个人的学习 以及阅读的心得 希望分享出来 能够帮助你一起成长 我是邱燕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